男子土地深处逃出恐龙档化石,切开后理念价值不菲,精美绝伦,在很多新闻报道中,太空宇宙,机星火星,遥远的天空,是人类纠集的探索地方,但别者却认为,我们脚底的泥土还存在着最神秘,最让人激动的东西,我们的泥土里,可能埋藏着古人的一些宝藏,有可能蕴含着大自然赋予的一些宝贝,我们99.999%的人,是无法领会太空的神奇, 但是我们却有很多人,在无意间收到了泥土土地中的馈赠,37岁的胡先生,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人,前段时间,胡先生准备在自家的农田里种植几棵树木,因此这次在农田里刨的坑比较深,也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举动,给他带来了丰富的惊喜,胡先生正在挖掘的时候,突然在从地里挖出了一块奇怪的石头,这个石头不像农村正常的石头那样,它表面排质仿佛是石灰, 凝固一样,团团圆圆的,简单的端向一下,胡先生觉得他特别像电视中的那种恐龙蛋化石,一开始,胡先生也没有太在意,将这块石头扔在了一旁,但是随着他的继续挖土,他在地里连续的发现了好几个这样类型的恐龙蛋化石,也算是胡先生运气好,他无意间用铁锹砸了一个石块,看能不能砸开,结果这一砸,让他发了大财, 胡先生发现这个石头里面,居然发放出了紫色的光芒,这下子意识到这个石头不简单,于是,胡先生把周边的土都翻了一遍,最终找到了将近二十个这样的石块,后来,胡先生到宝石店请教了有关专家,有关专家介绍,这种这个石头写名叫做紫水晶, 因为石头里面特别像水晶洞,又被称为巨宝盆,钱袋子,寓意着招财净宝,是一种非常吉祥的石头,不是胡先生之前误以为的化石恐龙蛋,胡先生最关心的就是这种化石恐龙蛋值多少钱,专家表示,这种紫水晶比较稀有,一般来讲的话,是一小块大约值人民币三万块钱左右,胡先生有将近二十个,也算是发了比小财